天使暴戏 天使暴戏是很多画家喜欢的题材 像达文西等等 而这幅图是15世纪文艺复兴初期 一位安吉利科修士所画 目前存于意大利佛罗伦斯圣马可修道院 基督宗教来自于历史上的真实事件 每一个人渴望的天主为了拯救世人而降生成人 与他的子民同行 我们可以说耶稣降生成人的这个事件 是由天使暴戏开始的 同时基督宗教是由圣母领报 而有一个新的开始 从那个时候起天主便与我们同在 所以圣保路宗徒才会说 樱长欢乐不断祈祷 事事感谢 这就是天主在耶稣基督内 对你们所有的旨意 这就是神父选择这幅画 放在教堂外墙所要告诉我们的讯息 耶稣是如何与我们同在呢? 教会团体是耶稣建立的 教会的诞生是在耶稣的死亡 复活事件上的 宗徒们对耶稣的言论教会 所能理解得到的极为有限 他们是因信德被耶稣吸引 当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 对宗徒来说是重大的打击 这团体似乎瓦解了 就在这个时候 耶稣复活事迹的出现 重新振作宗徒们的信心 复活的耶稣又把四散的门徒聚集起来了 他们也终于领会到自己的使命 就是要把耶稣复活的喜讯传出去 也明白了耶稣的事业是不会失去的 更需要向四面八方的人宣讲 宗徒们体会到他们的相聚 是为了组成一个能向全世界宣讲福音的团体 这便是教会的根源 由于他们的努力 在基督的大家庭内包容了各种民族 结合成一个超越国界的教会 延续了两千多年 我们受洗后 透过教会实践信仰生活 感受基督与我们同在 因为基督宗教最重要的是生活实践 是透过教会所累积的信仰生活经验 布告栏就是我们教会团体的生活缩影 我们透过各种灵修 福传活动 共融于一体 感受耶稣基督的灵在 在教会中还有各善会团体 教友可以自由加入善会 藉由团体的陪伴 让自己的教会生活更加完整丰富 圣经中有很多地方都提到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包括生命都是天主所赐予 例如神父们奉献出他们的生命 现在一般平信徒最普遍的 就是自由奉献金钱了 我们之所以奉献 不是因为天主或教会缺钱 我们的奉献是感谢天主 感谢他让我们有机会有能力透过奉献来参与他的熟视工程 在宗图大事录中非常具体的记录了这种奉献生活的意义 凡信了的人常齐聚一处 一切所有皆归公有 他们把产业和财物变卖 按照每人的需要分配 这种奉献生活的形态 经过两千多年的演变 变成可以是自己的经济情况 决定自养奉献 要透过这种定期的奉献习惯 实时记得耶稣对我们的爱 弥撒是教会最重要的礼仪庆典 也是天主教徒礼仪生活的主体 主要的信仰活动都围绕着弥撒进行 在弥撒中向天主表示青虫、忏悔、感恩与祈求 弥撒起源于耶稣受难前夕的最后晚餐 耶稣分别拿起无效饼和葡萄酒 祝圣后成为自己的圣体圣血 交给门徒们吃、喝 并命令门徒们要这样做来纪念祂 所以我们可以说是耶稣在最后晚餐中 举行了第一台尼撒圣祭 耶稣复活后告诉门徒们说 看我同你们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 天主教徒是如何天天与耶稣在一起呢? 最基本的就是来教堂 透过各种圣事与天主相遇 比如说和好圣事就如同每个人每天都要洗澡一样 洗干净了才睡得好 基督徒借着告解将私言行为上所犯的罪过 向耶稣忏悔认罪并求得原谅 这样就能得到心灵上的平安喜乐 在圣体圣事中呈现教友同享一餐饭食的一面 不论在世界任何地方一起用餐都是一种友谊和相爱的表现 更表示大家的同心和意 每当一座教堂建立 教友就会将教堂奉献给对这个地区 这座教堂最有贡献的圣人 这位圣人就成为这座教堂的主宝 要让教友学习圣人的精神 祈求圣人护佑 圣保祿是新庄堂的主宝 他在耶稣的计划中有一个特别的使命 就是向外邦人传教 所以圣保祿宗徒成为新庄圣保祿天主堂的主宝 就意味着天主是为所有新庄堂教友 不应独自领受天主所赐予的平安喜乐 更该学习圣保祿宗徒 现身于天主的福传事业